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新闻一开始,让我们来关心花莲县议会所进行的议程 花莲县议会9号继续进行县政总咨询的议程 县议员徐雪玉特别提出了193县桥梁改建拖宽 东西向道路、鲤鱼潭优氧化、丰田客家廊道 以及考古文化馆等各项的议题和县府团队 进行了讨议 县议员徐雪玉在今天的县政总咨询中提出了 193县桥梁改建拖宽工程 平和村、东西向道路串联 收封东西向道路、鲤鱼潭优氧化水质改善 丰田客家廊道、考古文化馆的各项议题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东西向 越美大桥通往平和跟市区五区的东西向 其实在106年已经可行性 看过现场之后 可行性评估在107年也完成了 那我们也希望建议县府能够把东西向能够尽速的来建立起来 让我们所有的观光客也好 当地的居民洽工也好 农特产品的运输也好 都能够很方便 再来就是我们鲤鱼潭的一个水上的运动基地 也在4月25号已经动工了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鲤鱼潭 能够吸收更多的外来的一些选手 到我们的鲤潭来训练 当然在鲤潭的这个部分 其实鲤潭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地方 其实很多的铁人三项或是其他的运动 都能够融入在我们鲤潭 那因为这个潭的水容易氧化 那我们希望建议我们的环保局 以及县府的团队 能够是不是把那个注入薪水 就是我们的牢西也好 我们的木瓜西的水 能够注入在我们鲤潭 这样让我们的潭水能够活运 让它不会氧化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这么优美的地方 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动起来 再来就是我们客家廊馆 客家廊道还有我们考古馆 考古博物馆 也应该会在今年度能够完工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考古博物馆 能够带动我们地方 加上我们客家廊道的第三期的一个新社 能够把我们地方带动起来 让我们地方的不管是丰田役也好 让我们的这个考古馆 能够还有我们客家廊道这个部分 都能够注入相当大的一个商机 我们也希望外来的观光客 能够到我们收封的这个考古博物馆 这个地方来来做一个观光旅游 在大会上也提出了越美大桥变道 米站大桥纪念公园 农舍通道的设置条件 考古文化管工期 丰田客家廊道的第三期 希望花里县政府能够协助地方 在基础建设上加速建设 记者林杰 花莲市财务报道 让我们下来右转发展